戰星死亡7分鐘 好奇號燈火星 由14歲華裔女生馬天奇命名 美國控制了25億的火星探測車好奇號 飛了8個月 終於在晨日下午1點半 順利登陸火星 這麼激動 因她戰勝了登陸火星前的恐怖7分鐘 她要穿過火星大氣層 以時速2.1萬公里急速降落 期間更會一度與控制中心失去聯絡 就算安全著陸 到月等13分鐘才通知地面控制中心 之前11次去火星 就有5次在這個時刻衰落 所以當她傳回火山口景的黑白照回地球的時候 工作人員都非常激動 Mars! 我可不可以相信 這真可憐 連我幫馬路形容 這次是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火星登陸任務 好奇號最快會在幾天之後 全彩色影像回地球 最少還要在火星樓多兩年 採集空氣和螢石樣本 以及看看究竟住不住的人 這次是有史以來的 有史以來的 有史以來的 有史以來的